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把硬币丢到碗中 若将水慢慢加入碗中 发现硬币似乎慢慢会浮上来 请问水加越多 我们从上方斜处看到硬币 和实际上硬币的位置有何变化 这个就是说你加水 所以这个水的折射力比较大 比如说硬币有点 花出一道光来 当然是太阳光射到又反射 然后它偏整 会往这边偏 会偏离滑线 因为这折射力比较小 这折射力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你眼睛在这里看 会以为这一道光 它是从这里面 射出来 所以你看到硬币的像 会变得比较浅 会变得比较浅 就是因为这样 好 它说呢 和实际硬币 实际上硬币的位置有何变化 我们看 H一下 水慢慢加入 两者间的距离 距离变近 发现硬币似乎慢慢底糊上来 请问水加越多 我们从上方斜处看到硬币 和实际上硬币的位置 和实际上硬币的位置 当然会加大 比如说 你如果往这边这样射过来 一样是 平行光这样射过来 这个跟这个平行 然后射过来以后 这道光也跟这道光平行 然后看到的位置会在这里 会在这里 所以 他会跟实际的位置 距离会越来越大 而且 我们可以证明说 这个我们叫四深 四深是实际深度的 这个四分之三 你在实际深度越大的话 那么什么呢 那么这个 这个当然就是四分之一 这原来的四分之一 就是说 这个呢 是这个的四分之一 这个是这个的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当然 他 看到了那个位置跟实际的位置 当然是越来越大 所以会加大 所以的话 这个A选项它说 水慢慢加入 两者间的距离 就是向的位置 向的位置跟实际的位置 它会加大 它说变近了 不对 应该是 变远的 咱们看 B选项 水慢慢加入 两者间的距离会加大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咱们看 D选项 C选项 水的加入和两者间的距离没有关系 这错 这是 光反射 圆联营的错 这是折射 光的折射的应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拟 咱们看看